还有几个部分可以再让它简化 像这个地方虽然 第四行的部分 写这样也是ok的 可是写这样的话呢 它有一个缺点就是程式太长了 就是等于是你每次都还要再移到右边去 才可以看到这个后面的程式 所以其实如果你要把它简化的话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说因为你会发现这边有一个 把这一个List做切割的动作 然后最后取得它切割完的 这个串列里面的第几个位置 所以如果像我的习惯会怎样写 就是我会把这个 另外切割完的东西丢到所谓的List2 你会发现我取变数其实也是蛮懒的 因为我第一个叫List1 第二个叫List2 第三个叫List3 一直被推嘛 那为什么这样写 后来发现因为每次要想说要取什么名称 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所以最简单的 它是List 然后第一次出现就List1 第二次就出现List1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想出来一个 懒人的那个变数取名称方法 但你如果有别的方法好记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个List2 那我们就把这一行怎么样 把它丢到这边来 然后再把List2怎么样 再把它复制到这边 意思就是List2里面的第一个 这个地方的话也是一样 就把这一串 因为这一串跟上面这一串一样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List2里面的第四个 OK 这样就把它改完了 以后的话你们可能会比较常看到 应该是这种写法会比较多 因为刚刚那种写法也是对的 只是那样的写法 相对的会让程式变得太长了 太长的话 那不然你可能到时候要向右再拉拉拉 其实相对的看阅读的感觉不是很好 OK 至于说将来你喜欢写哪一种都无所谓 程式不要出错就好了 OK 程式当然表现的方法很多种 你就写一个你习惯的方法 不要出错都是好的方法 OK 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如果我今天RUN出来 这样应该结果会是 就是取前十个会员的两个栏位 RUN出来OK了 那如果说将来我还有一个需求 因为 你做完这些事情之后 最后呢 当然现在只能够print到底下 这个console可以看到 可是问题 你现在只能够在萤幕上看到 但问题我将来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结果帮我存档 存起来 存成一个档名叫什么 叫report.tst 如果我想要存档 因为你用其他软体是这样 你做完之后你不存档 那你做这个干嘛 就是要存档嘛 对 可是问题哦 我要在python里面如何存档 会不会很麻烦 其实 相对于其他的程式 其实python存档非常简单 主要就两行程式就可以了 而且 跟上面这个很像 什么地方很像呢 我们读的话是R 对不对 如果写就是存档 就是把R 怎么样 改成W就好 但是问题 如果说你今天要存档的话 你必须要丢个东西给他 丢个字 就是丢你要存档的东西给他 他就帮你存起来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存档的话 在那个python里面 其实呢 只有两行程式就可以了 那这边的话 当然我也把它 看在这边 OK 就是 如何 将这个结果做存档动作 最关键就是这 这两行 OK 就是什么 我一样有没有 open 所以特别说 不管是开档或存档都open 那只是说前面的这个变数名声 我叫fw 那最后的话呢 多用一个方法 前面叫做read read是所谓的读取 write就是存档 把你要写的东西呢 写到这个档案里面去 就这两行而已 所以你要把写档 还蛮 只是说呢 可是问题那个s怎么产生 诶 那s的话就变成说 你要先把 刚刚你产生的那些 资料 把它怎么样 先存起来 存起来之后的话呢 再把它write就出去 OK 所以我要怎么写 第一个 我们先把 刚刚的这些东西 哪些东西呢 就是print出来这些东西 我不是不只print哦 我要把它串成 一个完整的字串 那我怎么串 首先第一个 我需要一个字串 所以s好了 等于 初始值就空的 这样的话呢 意思是说我先产生一个空的字串 然后呢 我在底下 一边print出去之后 一边怎么样 串接 那串接的写法呢 s 等于 s自己本身 再去串 特别注意哦 这个叫文字的串接哦 串接 串在后面 那串什么东西呢 其实就串这个啦 print这些 print后面 小瓜五里面这些东西 我不只是print哦 我还要把它怎么样 把它放到一个s字串里面 把它串在一起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我把第一次栏位名称 有没有 就是这个 姓名手机 有没有 这个先 跟什么呢 跟空字串串 实际上啊 串完之后 它就把它放在前面 意思就是说第一次是串这个 放在s里面 串完之后 放到前面去 就是这个 然后呢 再来第二个就是这个 所以再怎么样呢 再帮我串在后面 继续串 继续串 OK 可是哦 问题我看一下 诶 可是问题来了哦 特别注意哦 如果我现在啊 假如说我 就是最后把这个s给print出来看看 好串完之后 结果哦 会不会是如我们要的 print s 那其实我们可以 为了避免哦 重复啦 所以我把这个print 内部那个print把它关掉 意思是说我是全部串完之后 再把它print出来看一下结果 诶 有没有发现 串出来 是不是我们要的 诶 似乎是我们要的 但问题哦 它有一个部分不太一样 什么地方呢 就是因为呢 我这边print 它后面会加个换行 但是呢 我因为是个字串 所以后面就不会带一个换行 怎么办 诶 其实蛮简单的 我们刚才知道 刚刚是把这个strip 把它意思说去掉 诶 这个时候如果我不想要去掉 我先让它换行 那我干脆不要加这个strip 就好 意思是说 我后面这个换行帮我留下 print它 诶 有没有 这样就ok了 结果一不一样 一样啦 只是说呢 当然如果你只是要print 并不是要存档 那你写这样 感觉好像 会比刚刚的写法 来的啰嗦 这个写法是说 全部串在一起 再print 刚刚那个是 一边print 一边print 就好了 刚刚那个写法比较精简 不过其实说真的 一般 你要做其他用途 你还是非得要写这个方法 写这样的方式 串接哦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的叙述意思说 把它先放在那个 跟那个自串串一起之后 再 存到自串变数里面 所以一直串一直串一串 有没有 OK 这应该可以理解吧 这个叫 资料的串接 它跟那个之前那个资料累加 数字的累加有点类似 只是说一个是文字 一个是数字 好 那最后的话 如果我要把它怎么样 我要把它write出去的话 那我该怎么写啊 其实很简单 你可以用什么 拿这个来改好了 这个 复制到底下 那我那另外再起另外一个变数 fw 但如果你用f其实也可以 然后 然后我要把它写出去 名称呢 不叫叫member 叫什么呢 叫report 好 report.tst 那我一样用相对路径 所以到时候会在这边会出现 在src底下会有个report 我现在还没有啊 那记者哦 先把它改成w 那如果你要写的话 就是什么呢 fw这个物件 点什么呢 点write 然后呢 小括弧 write什么东西呢 write s 这样就OK了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另外 跟各位讲一下 write s 后面如果你用utl8 那写出去那个档案哦 它的编码就utl8 但如果你把这个拿掉的话 它write出去就cp950 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不过我们还是用utl8好了 OK 那你想说那我什么时候用utl8 就是哦 你跟那个非微软阵营交换资料的时候 你用utl8 那什么时候用cp950 就是如果你跟的是那个微软阵营的 就是他用的软体 都是微软的 比如说excel的话 那我是建议 这个就不要加 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否则的话你丢给人家的东西 有可能是人家开起来乱码 OK 因为你选择的编码方式错误 其实也还蛮好选的啦 反正二选一就对了 OK 你看他是用微软的 你就是给他不要utl8 nonutl8 如果他是google的话 那你就给他utl8就好了 OK 好 那我们把它print出来看一下 执行 存档哦 OK 所以这两行就存档 所以我一样把它print出来 那最后的话呢 会在我们的 这一个左边的地方 会出现一个report.tst 不过请各位注意一下哦 在这边哦 他不会自己怎么样 把report.tst 自己重新整理哦 你必须要手动哦 其实按右键 在src上按右键哦 请你找到一个要refresh 有没有 或者按F5 有没有 refresh这个 就是你如果要让report.tst 显示出来的话 你必须怎么样 要重新整理 要不然我记得好像从开推啦 就是关掉也可以 不过太麻烦了 干脆refresh好了 OK refresh一下 这个时候各位有没有发现哦 在我们的哪里呢 这个地方 有没有 就会refresh之后 就会多这个东西了 那打开来看一下 这个report是不是我们要的 report.tst 打开来 结果就是我们刚刚 把它写出去的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存档 在python里面还蛮简单的 存tst 或者存常用的 也许叫csv OK csv也还蛮常用到 也就是说 如果假设了 你今天需要怎么样 把它变成一个csv的话 那什么时候需要给csv 其实csv就是 你如果要跟ecel做资料交换的话 那在windows csv预设就会用ecel来开启 所以如果你希望这个东西 你用那个ecel开的话 那其实看 执行一下 那我看这边应该一样按右键 refresh一下 有没有 csv report.t 重新refresh 有了在这里 有没有 这个图示就会是ecel 这个时候打开的话你会发现哦 他会用ecel来开 可是呢 会出现一个问题 马上看到乱码 乱码为什么 我刚刚有特别强调哦 如果你今天的档案是要给微软 用的 那请特别注意哦 你就不能用什么 encoding等于u这个吧 所以刚刚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非常简单 对 非常非常简单 很多东西没有那么复杂 如果你了解到他们之间的差异 你只要把程式的这一行参数拿掉 然后怎么样 再run the 4 csv有吗 当然你在efflip不会影响 这个再把它理回循一下 有没有 点两下打开 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 马上便不是乱码 其实有的有的问题真的没有那么复杂 复杂的是你把它弄的复杂 真的很多 我看网络讨论区里面常常讨论说 为什么我这什么什么东西变乱码 乱码一直很多问题很多问题 想说根源就是这个东西啊 你改一下编码方式不就好了 没有那么复杂吧 可是这种讨论区啊 到处都是 到处都 原因我一直强调啊 始作俑者就是微软 微软就是不要跟你一样嘛 所以以后你就怎样 如果微软要用的你就用CP950 或用预设的 如果非微软正你就是UT28 这样子 基本上大部分问题都解决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程式我要把它放在 云端上面 所以试一下 切一下 OK 所以 拍档跟写档 在Python里面其实是相当简单的 我觉得它已经 快要跟 这个一般在操作 也类似的 所以很多东西 它已经让程式变得非常的直觉 那比较会容易出问题的 就是那个回圈 加上 串列 尤其我刚才那个串列很多同学 光那个串列 那个就会让你头一脑脏的 但是也没有那么复杂 我刚刚已经有把那个细节部分 跟各位做 所以以后如果说你外部 像网路上爬到的资料 那 通常还是会放串列里面 所以放串列之后的话 假设你要爬到 因为其实你爬到的资料 其实你还要在做 取得里面 这一些相关资料的动作 那当然你就有必要了解 串列的运作的 那个步骤 如果你清楚 像我们刚刚主要是 如何取 前十个会员 如何只取 姓名跟手机栏位 其实我网路上资料来 我发现大部分也都是这种问题 如果你可以通的话 其实很多问题就好解决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部分 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要再练习另外一个 CSV的档 一个变化题 就是 学生成绩 那这个学生成绩 其实也类似 因为它里面 有四个栏位 那我希望把这四个栏位的资料分开 然后 针对 姓名 国文 英文 数学 分别计算 这难度又比刚刚还高一些些 因为它 除了说 要把资料分开之外 还要在做计算 然后取里面的包含 就是它的总分 平均 最高分 最低分 是谁 这其实就复杂度 会甚至比刚刚的 还来的高一些些 可是如果你这个可以克服的话 以后如果 网路上来的资料 你应该也会处理很轻松 因为你会发现有些资料比这个结构还更简单的 真的 如果你这些都会的话 真的以后再处理一些 网路上来的资料 就没有 那么可怕了 反正见招猜招 你来是什么 反正我就 按照你 我上面的需求 我就 先 处理 横向的比数 再处理重向的栏位 分别 就可以按部就班取得我要的结果 最怕是那个来源的资料是没有序的 无序那就麻烦了 没有正规化的资料 当然就另当别论 OK 试一下这部分